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交叉列连表跟常用指标 我们晓得一般来说 这个次数分配就是几率分配 只能够说明一个变数 像比如说像是这个例子 我们这个表所能描述的 就是分数以及人数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数 那么我们就不再是用这样子的 一个横条的方式 而是使用的是叫做 contigency table 这就叫做交叉列连表 有横的有直的 中间可以考虑到的是交互之间的关系 甚至两个或两个以上 都可以使用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像这样的例子 那各位同学要了解 这是两个变数 哪两个变数 工作压力跟年龄 这个地方来说 这是年龄的差异 这是工作压力的差异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成了一个 两度空间的二维的一个表 可以让我们了解说 两者之间的关系 是否有很强烈 还是不强烈的关联性 那么这个做法就像我们前面 所提到的卡方检定的方法来做 那么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以这个例题来说 它这个地方有三行 有四列 那么它的自由度 各减一 也就是二乘上三 这个自由度是六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一个叫做 系数指标 这个系数指标叫做 φ系数指标 那么为什么要介绍 系数的指标呢 是因为 假设我们在卡方检定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话呢 看看结论 结论只有两种 一种叫做结论显著 一个叫做结论不显著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说 结论显著的强度到底有多强 于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φ指标 φ指标 做法是针对二乘二的一个表格 的关联强度来设立的 那么做法是这样子的 k2的值除以n 因为为什么要除以n呢 是因为当n的话呢 倾向于大的时候 k2的值也是也会变大 于是我们的话呢 用的是k2除以n 然后开一个平方根 这个值我们就称为φ的值 那这个φ的值 其实并不是很理想的 因为它也未必是在1以内 它这个值没有说上限在哪里 下限在哪里 我们只能说它至少会0 但是它至少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条件 就是关联性低 往0靠近 关联性高的话呢 就倾向于比较大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二乘二的表格 高度关联的时候 所有的观察值 会落在主对角线 主对角线跟次对角线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四个数字 因为是二乘二的 主对角线就是大 大 要不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倾向于大 要不然就这两个大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 等一下我来举个例子 同学就知道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对于这个惯用左手 跟惯用右手的这一部分 我们用跟男女 来去做一个关联性 我们找了100位男女 来调查这个结果 那各位同学 这是我们的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并不是在对角线 那么我们来看看 结果是怎么样 现在卡方检定的做法 就是我们利用这个两边的总和 跟全部的总和 去计算我们的期望值 来我们计算第一个 在计算过程前 我们先建立一个虚物假设 H0 H0什么 性别 跟用左手右手是无关的 那H1是有关 好那现在我们开始来计算 第一个这个数字 这边应该是 期望值是53乘90除以100 这个是47.7 我们把它写在这边 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个 4790100 4790100 所以是42.3 我们预期在这边 那这个呢 这个值是53跟13 所以我们预期是6个 6.89个人 最后一个 这边是6.11人 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说 男生惯用右手 女生惯用左手 那就是相对来说 它是有关的 如果说像这种情况 右手本来就是比较多 左手比较少 这种我们倾向于无关 好 我们来看看 ki square的值 ki square的值 就是这两个相减的平方 除以它的期望值 来我们写下去 47.7 减掉45 就2.7的平方 除以47.7 这个值呢 是42.3 减掉42 所以是0.3 除以42.3 我们全部把它计算完了以后 加起来 这边是0.5354 不是很大 那么fi系数 我们可以写得出来 把这个0.5354 再除以n n有几个 100个 好 我们计算一下 这个还相当的低 这就是我们的fi系数 下面我再介绍一个 叫做 contigency coefficient 就是列连系数 这个是倾向于 针对这个fi系数的一个修正 它可以扩充比较大一点 怎么说呢 它可以针对 3乘3 4乘4 5乘5 它不再是2乘2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的说 它绝对是在0到1之间 怎么看呢 这个是这样子的 这是卡方 我们一样照做 那我们可以这样想 chi square 这是chi square加n 我们这边可以加n再减n 于是这个地方可以变成了 1减掉 chi square加n 分之n 所以我肯定的说 它绝对不会超过1的 因为这个值都是正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说 当样本数越大 样本数越大 当然这也会大 没错 可是样本数越来越大的时候 倾向于它会变小 因为分母变大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后面又有一个比较 更好的方法 叫做Cramer V系数 那这个方法 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前面那个立体 我们就可以做 这个列连系数的一值 因为它算法 其实差不多的 只是这边多了一个 chi square而已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这个 叫做Cramer V 这是比较理想的做法 Cramer V的一个系数 是这样做的 这个地方 chi square的值是完全一样 这边就不太一样了 n乘上k减1 刚才我们所做的这个指标 全部都是方正型的 就是说一定是n by n的一个格式 那么现在这个Cramer的V系数 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两边不对称的情况之下 也可以做 这个case指的是列跟行之间的 相对较小的数字 这个关联系数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V的值一定会介于01之间 越靠近0代表的是 越关联性越低 越靠近1代表的是关联性越高 那么这一点来说的话 是指标的意义是相同的 只差别在这个底部 这个数字 那么我们也可以发现 我们是2 by 2的 2乘2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刚好就是5系数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一个 交叉列表分析的一个指标 那么是除了卡方分配以外 我们可以建立了一种指标 让我们知道说 它的关联性高还是低 假设我们关联性 不拒绝虚无假设 就是说认为是不具有关联性 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了 根本没关联 如果说是拒绝H0 代表是结论显著 具有关联性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了 下面这几个 5系数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或者是Cramer V的一个系数 来看看这个关联的强度 高还是低 这个关联的强度 我们可以做好